Morning,早上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我是赵好 在本期视频里面我们快来走进University of Rochester Semines School Business and Master Science in Business Analytics 罗涉斯特大学西蒙商学院的商业分析理学硕士的项目 罗涉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 大家并不陌生说真的,差点说成大家并不熟悉 大家并不,我估计很多人也不熟悉 大家并不陌生在整体这个留学行业里面 我的所有的视频,不管各个平台,我的视频在各个平台都在发布 各个平台,我可以跟大家说的是 我没有,至少从我的角度里面 从我对这公司的这些员工的了解的程度来说 没有一期视频是刷任何的浏览料 什么点播率,什么什么 有些是往那里谈谈的什么的,没有 咱不干那事 第一张老师真的不至于说真的 第二呢,咱都第一次听说的事 之前就是工作人员跟我说说 你看我们的竞争,有些竞争的自媒体的啊,所谓的同行们,他们都刷那个浏览 我说咱干嘛呀,咱就在一个小众的行业里面 你老很多人老批评说中国人没有工匠还是降工精神 我说我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就希望在一个小众的领域里面把它做好 咱要那么多人看干嘛呀 所以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说明一个,我的这个百强商管院校里面 这个这个列表里面,罗彻斯多大学点击率是第一的 叫自然点击率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国内叫什么,在美国市场营销里面叫做organic click 叫做纯自然的客户点击浏览量 罗彻斯多大学是第一的 咱因为不造假,所以咱最真实的能反映出来 哪所大学关注的人多 大家看嘛,那百强商管院校从从第一名到一百名 现在录了九十多名了 大家看,错不了 点击率高的那些大学都是大家受欢迎的 我一点 就是咱当一个人老老实实做事 踏踏实实做人 或者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的时候 你是能知道第一手真实的情况的 你说我举个例子 你说为什么罗特斯多点击率第一呢 我也不知道 你要说热门的 那纽约大学 对吧 纽约大学斯多大学上学为什么不是点击率最高的呢 约翰霍普金斯 这就是好的 杜克 沃顿 沃顿 这为什么不是点击率最高呢 其实我有点明白 就是大家心里还是自己有点输的 知道自己进不去沃顿 进不去杜克 进不去哥伦比亚 进不去沃顿外有 大家心里还是有点输的 那你说差一点的 比较大的几个热门的 像什么雪城 Syracus 包括 K-Western Reserve 凯瑟西处大学 再弱一点 像帕帕大 帕帕大音的上学 对吧 但你点击率也不是很高啊 也没有 也很高 但是没有罗特斯多这么高 罗特斯多是在我所有的 这个百强商官里面 自然点击率排第一的 也就是说他受到了很多中国留学生的欢迎 有时候我就坐在这里在想 你说罗特斯多这个西门双军 他为什么就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呢 我有时候在琢磨琢磨 你想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中国留学生的思维方式 家庭的思维方式 宗牌要高 宗牌要高 罗特斯多大学宗牌 我给你们看 罗特斯多大学宗牌 就是整个大学的宗牌 不是商区院 宗牌33名 不是33名 34名 34名 商区院33名 你看一个宗牌34名 US News 一个商区院33名 你琢磨琢磨这事 你在在中介嘴里 这也是个大概前30的商区院 而且双30 宗牌商区院都在30名左右 那很多居然就愿意选择 对吧 这第一点 你们去想想心态嘛 对吧 因为很多的人 他毕业了以后 那就回国 回国来找工作看宗牌 对吧 你想你自己琢磨琢磨 这个消费者 你学生都是消费者 消费者选择心态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大家听到罗瑟斯特 啥 什么是罗瑟斯特 Rochester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在哪啊 中介跟他说 哦 这是在纽约 学生说 哇 这是在纽约呀 哇 那一定是大城市啊 那一定是 啊 帝国大厦呀 哇 那一定是高楼领立呀 实际呢 实际罗瑟斯特大学 我有时候经常跟那个雪牛城和罗瑟斯特大学 我有罗瑟斯特大学的学生 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 我在罗瑟斯特或在纽约 我跟他们开玩笑 在在那个水牛城分校 就纽约州立的 我跟他们开玩笑 我说哎 去旁边加拿大的那个 Torrento吃饭 可能都比去纽约 New York City吃个饭劲 讽刺什么呢 讽刺他是在纽约 后面还少个字 他在纽约州里面 他离New York City 纽约的城市 就是大家印象中的纽约 高楼领立 差了十万八千里 那都不招边差的距离 这都在快到美国和加拿大的国界边境上了 大家知道纽约的城市 Mahattana那是个沿海城市啊 可这呢 这是也沿海 这是沿湖吧 这快到跟加拿大接上了 我一会给大家看地图 大家就知道了 这就一种什么感觉啊 说是啊 说是你来来北京上学 啊你来北京 那北京 哇大城市吧 然后给你整到了 我也不知道北京现在哪远了 给你整到哪 严庆庆 就这种感觉是 不是严庆庆也挺方法 那这怎么 这怎么举例子呢 就感觉是离了十万八千里 但是很多留学生不知道啊 留学生一听 哇 双三十的学校 哇 在纽约州 哇 西蒙这个名字听上去好高大上啊 哇 罗车斯特大学啊 然后几声哇就来了 当然了学校也不差 学校也不差 也挺好的 也选择对吧 但是你说西蒙商圈最有名的是什么 金融学 金融学 各个 各个榜 就各个主要的排名上的金融学都是挺强的 我其实很建议就是很鼓励学生去这个罗车斯特大学读这个金融学的 但我们今天看的呢 是他的商业分析的这个项目啊 看看他商业分析怎么样 因为商业分析也是一大选择的热门 尤其这两年留学的这个学生 今天我说完罗车斯特大学 再回来说罗车斯特大学 那可能就是2025年的事情 所以一所大学能被我点的一下 那真的挺不容易的 那就是两三年能被点的一下 太多了 美国大学 5000多所大学 2000多个院校跟商科管理学有关系 将近500所 ASSC的商圈 你要一所大学 我每个视频加起来 我不刷浏览量 多个平台加起来 基本每期几万的浏览量 有些平台少一点几百 有些平台几千 有些平台几千 加起来乱七八糟 加起来有点量 几千到一万吧 因为这毕竟是个小众领域 其实也就等于给这大学做广告 这些大学跟我一分钱关系都没有 我也没收过他们一分钱 所以说我才能中肯的客观的来说 这个大学这个项目 到底值得不值得选择 这期视频呢 肯定也不会短的 基本上又半个40分钟50分钟去了 你要想看乐呵呢 那你就 往下滑一下 说明下一个就是 就是就是大长腿跳舞的小姐姐呢 对吧 你何必在我这儿 看一个大光头呢 是吧 前两天有个学生平年 跟我这工作人员跟我说 说 张老师他们说 你这长得跟鲁蛋似的 我说好吧 就当夸咱了 是吧 说明我那天头发刮得干净 你看大家看我这个轮 都没有 这头发上这个轮 这这中间是真不涨啊 那怎么办呢 这中间这个 这是这是 哎呀 这是这是 就是中间这片经济发展 按照山科画 就中间这边经济发展 太过缓慢 周边的地方 地方经济上发展的非常的迅速 可麻烦了 每天都得逛 好吧 行了 不跟大家说废话了 我们先先看地图吧 我们先看看地图 看看各个大学所在的地位 所以我希望呢 不是说在纽约州就不好 不是说离纽约就离了十万八千里 但我希望国际升等能够理解这一点 就是说明明白白的来留学 你离纽约城市离的开车五六个小时的距离呢 你不能被中间忽悠说这就是纽约 对不对 这是在纽约州里面 那还在北京市市区里面呢 那北京的二环以内和和七环都快捡得到 那能一样吗 对吧 所以说你明白这个理就行了 但是呢 这个大学 你怎么你怎么说 中排三十多名 商圈三十多名 还是有实力的 好吧 再说了 我带大家最后一句话 我带大家看着现在八九十名的商圈了 看到八九十名商圈了 回头看这三十多名的商圈 人家是真明白好吧 人家还真是有两下子 好吧 咱别老 咱别老拿着沃顿的标准来比这些大学好吧 看见这条线了吗 先看这条线 看这条线了吗 这条粗的线 我鼠标这条线 这是美国和加拿大的边界 这是美国和加拿大的边界 Grand Central Terminal 这是我原来工作的地方 这在New York City 这纽约的市中心 这在纽约的市中心 我们今天带大家看了 西蒙的商区院 就罗特斯的大学 在这儿呢 你看看这好家伙 这差了五百多万呢 六百多公里呢 这一路开过去 这都不是出北京严庆的问题了 这到北京到山西了好家伙 到山东了都快 五百零九卖 一卖大概是1.6公里 1.5公里 这大概差了700多公里呢 这俩 这俩 离New York City 所以说你说 你说中介跟学生说 你说 同学 你就是去纽约那种大城市上学去了 哎呀 罗特斯的大学就长这样 你们看看 这像有高楼的地儿吗 来 同志们 你们看看 家长们 你们看看 这城市就这样 你们看看 这像有高楼的地儿吗 好家伙 等一下 我把屏幕切过一下 好多人印象中的 我给大家搜 好多人 大家印象中的 大家印象中来这个大学 我觉得很多国际生都跟我说这个 说怎么到这儿来 感觉不一样 很多人 我给大家找副图片 稍等一下 很多人 很多人来纽约 罗特斯大学 抱着是这种想法来的 你以为这是纽约呢 都不都奔着这想法来的 怎么样 结果来到这儿 发现这 发现这这情景 你 你知道吗 你这手 咱们得实话实说 罗特斯顿 大学在这儿呢 New York City在这儿呢 这俩之间 你这边 江南大 要不我说呢 你真的 你去Toronto吃饭都比较近 你去 你去江南大吃饭都比较近 你看这离得有多远 对吧 纽约州呢 因为人口聚集啊 但也是主要聚集在这一边呢 就是沿海这一边呢 这就感觉你去上海上学 就跟你整个苏州去了 一个道理 那比苏州海 你想离上海700公里以外的距离 那到哪了 这边有几次所大学 都受到中国留学生的欢迎 我觉得有很大因素 就是一张嘴 就是感觉去了纽约了 差了巴掌远了 真的 这就加拿大边界 你看这也是中国人很熟悉的 这是什么呀 这是水牛城分校 University at Buffalo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纽约的州立的大学 水牛城分校 很多人不知道水牛城分校是纽约州立 来了以后才知道 来了以后才知道自己读了个州立大学 法布罗 布法罗还叫什么 有两种叫法 水牛城或者布法罗 Buffalo 这也是大家所熟知的 认识吗 Cyracus 雪城 我一说中国名字 大家说 哦 这是雪城 雪城在这 你看雪城也是同样的道理 同志们 哥们们 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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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这一说北京话 这字 这甜音就带出来 这不好 北京话 这脏口 这不好 这Cyracus 这离的 Gran Sandro 这离的巴掌远 孩子们 这雪城大学 这中间穿过的都是大山 这都到了宾夕法尼亚州了 这底下这格是Pennsylvania 什么Pennsylvania 什么法语传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州 这是费城 这是好家伙呀 真的是 你们看看这离的多远 所以你们不是来 这 这康纳尔 康纳尔是有一个在纽约的城 New York City的城市的校区 但康纳尔的 Cornell 这主校区在这呢 这 这底下这什么 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RIT 这也是很多人知道 我有个学生从这 从这转到哥大了去呢 从这去哥大了 哥伦比亚大学了 所以你看这俩就挨着在一城市里面 这是罗扯斯特 好吧 咱们第一先把地理位置认清楚了 好吧 第二呢 客观来讲 将近前三十 至少前三十五的商权和棕牌 所以很多学生也是看中这个 非常重要的一点 好吧 照一景 照一景色 我这普通话 照一景就来了 这个大瀑布就在Buffalo这个地方 这不是什么 这怎么念来的 Nia Gara 什么 Neguara 我每次这个英文念不准 就尼加拉拉 那个什么拉拉巴基 那大瀑布特别壮观的在这 我上次去的时候是冬天去了 好家伙都结了冰了 也算一景吧 也算一景 好吧 也算一景 所以说在这呢 请大家理解 好吧 罗扯斯特就是好山 好水 好炸鸡 而不是好风景 炸鸡也不错 这离的Buffalo 那Buffalo Buffalo口味 哎真的 我当时几年前去 不是几年前 快小十年前了 六七年前吧 去Buffalo州 我还真去了当地一个Buffalo Chicken 我给大家看看 叫Mike 叫迈克的时候 MikeBuffalo Chicken 还是说什么第一家 还是什么的 是还不错 那鸡翅倍儿大 我感觉都是 哎呦好家伙 那鸡翅倍儿大 你也就Buffalo那叫 待会儿 待会儿一会儿讲完了 给大家看 好吧 这几个点呢 都是在纽约州上班部分啊 比较 比较出名的 和在百强的商馆里面的大学 我印象中应该就这些 我应该没露 其实挺密集了 说真的 你看水灵城分校 水灵城分校 这是管理学院 这有个管理学院 西蒙的 商学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B点呢 是罗舍斯的理工大学 理工学院 叫什么 这叫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就是理队 麻省理工嘛 对 理工学院 罗舍斯的理工学院 这也是 Sauders 叫什么Sauders 那个商学院在这 然后 Syracuse 这大家众所周知了 Witman 这个惠尔曼的管理学院在这 这今年 雪中大学开了挂了 从80多名 70多名 直接上升到四五十名的 商管类的 这就太熟悉了 Corn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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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son 就不说了 这个 Cornell 这名 这藤校了 这是藤校的名校 然后这还有一个 Binhampton University 这也是纽约州立里面的 叫State University 的纽约 它 一个Binhampton 一个是这个Buffalo 这都是纽约州立 里面 纽约州立很多所分校 这是 这两所分校是比较有名的 其实我有一个没标注了 还有一个是在这 在这个Long Island 这个角上 是Stonyburg 十七分校 十七分校 商科这一般 主要它的 理工类的是比较强的 很多理工的学校 是在十七分校的 然后这是New York City 好吧 大家简单一点 你看这个路的密集程度 你再看这 大家就明白的 说成了 好吧 一对比就很清楚 好吧 不说地理位置 的因素了 它整个的地图 是在美国的 这个东海的 这个上半部分 这个地方 这应该不属于 New England 应该是过了一条边界 以后 这一片才属于 新英兰区域 包括 Sanater Bernie 什么Bernie Brown 那个 Bernie Sanders 因为Bernie Brown 是写的 Vernoval 那本书的 很有名的 University Texas 那个教授 这个 Sanater Bernie Sanders 就是那个 Enough Henough 就这种的 Enough is enough 就是民主党的竞选 现在好像 也还是民主党 很多人 他说Independence 什么 他不就是Vermont 就是那个Sanater 什么 就来自于这 新英兰区域里面 他是 他是书里面讲 他是在Vermont 哪 他是在Bernington 对 他是在Bernington 最早开始 在这 开始 开始成为 这个 大家多读书 真的多读书 对美国 有一个 每一个系统 不聊天 好吧 行了 不聊天 聊了17分钟了 好家伙 我们赶紧看商区院吧 为什么选择Simon呢 为什么选择 这个西门的商区院呢 我们来看看 你看这大学 传统的蓝色 黄色 配的还挺好看 我们来看看这儿 我们来看看 整体来看看商区院 那怎么说的 这是广告吧 这是整个商区院的介绍 我想看这个排名 前50的MBA的项目里面 种族多样化 多样多元因素的排第一 然后你看 这个排的第五 确实是新闻商区院 这个金融 真是真的强 US News金融 给到了第28名 也算一般吧 至少榜上有名了 然后Financial Time呢 它有三个项目 是榜上有名的 Financial Time的全球排名 MBA排到 2022年排到第48名 然后Finance排到第43名 EMBA排到第100名 刚好第100名 所以说你看它其他 也就是侧面来说 它其他项目都没有榜上 没有 没有榜上 就榜上无名 说真的 今年的商业分析项目 也是榜上无名的 因为只有金融学在上面 28名 只有US News Top10 Return Investment ROI 就是投资汇报 就是基本上 挣的工资比例 和学费的比例 然后Teaching College 教育能力是A类级别的 这个教育能力A类的 这很虚 好吧 这是整体商学 我们重点还是看项目 好吧 你看像 这金融学 MS Finance 那金融学是这样对吧 我们今天看的是这个 Business Analytics 但你看注意 我为什么拿到这个页面 跟大家说呢 你看这有个Marketing Analytics 市场营销的调研 我之前有说过很多大学 很多大学的商业分析 切换一下 很多大学的商业分析 它是能找得着北的 有些大学是找不着北的 大学想看这个商业分析 它有几种开法 像西蒙这样的 西蒙这种比较算是很有实力的商圈 刚才前30的商学 它是有这个资金和教授资源 它能够这么折腾的 它把你看它很多大学 它在商业分析下面 大家能理解这个关系吗 就是它在商业分析下面一句 这就是商业分析的项目 比如说这个笔帽 是每一个商业分析的分支 商业分析 它都给你交这么多的内容 就这根笔的内容 然后它在下面让你选这个分支 比如说你选个市场学 给你扣上 外加这么一截 市场学里面的内容 金融学 金融分析 反正说按照类类 给你加这么一截 但像这个大学 商业分析 还加了单独拉出来一个市场分析 就说明这个大学 很有实力在这方面 并且它了解 其实商业分析跟市场分析 是有明显区别的 市场分析这个项目 我记得我上次录的时候 就看了这个项目 但我知道市场分析里面 开的有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那个 University of Maryland 马里兰大学的那个 Robert Smith 罗伯斯尼斯特商业 它的市场分析的项目 也是最早的几个开的市场分析 单拉着 开的是质量很高的 好吧 好 我们来看这个项目 终于到这个项目了 Full-time MS in Business Analytics 我看这虚化背景 好家伙 感觉中国人不少 你看这儿中国人 这儿中国人 这儿老外 你看头发颜色 这儿老外 这儿老外 这个项目感觉 中国人也算不少 应该 一会儿看看 class profile 看看学生组成部分是怎么样 我们看看这个项目 看看他到底是属于能不能找到摆的那一类的 Don't just gather data Maximalize it 也就是说不要 不要只是收集数据 充分利用它 这句话说的很有含义 他到底是在想说什么呢 说也就是他们的项目 大的学生不光能够收集数据 还能在收集数据的同时 应用和数 应用和实践于这个数据 Simon is renowned for its rigorous analytical curriculum In our STM designated amazing business analytics programs We pair our analytical bias with our economic-based curriculum to equip you with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al frameworks I will make you start after analyst 这句话说 那么在西蒙的商界里面 我们被认知的就是我们 非常有挑战的 非常复杂的 非常就是高 可以说是高技术或者有挑战的 非常 反正就是很好的一个教育的 这个课程的流程 大学都可以在这吹 每个你信不信 我大家看到这么几百个商业 几千个项目了 打开任何一个 打开任何一个大学的官网 上面都是 We're the best 我们是最棒的 但是它是不是最棒的 我也不知道 我们一会看那个课程的设置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了 它到底怎么看 一个真正能够找得着北的 一个优秀的 business analytics的商业分析的项目 应该是70% 是商业的 functional and fundamental knowledge 叫基础运营的商业领域性的知识 再加上30% 30%的analytical的courses 分析型的课程 OK 总结这个项目 STM Designated MSN Business Center 也就是国际生毕业以后 有延长的工作的许可 也就是国际生毕业以后 延长毕业以后 也就是三年的工作的许可 我们在教学这个过程中呢 是什么 是Our Economics Based Quicker 以经济学为主导的 这个教学的这个课程的设置 将理论和实践 theories and practical framework 将理论和实践进行结合 在出了这个门 外面的商业里面 99.99%的商业 都是这句话 理论和实践 因为商业是完全交不出来的 必须商业是实践出来的 商业如果能交出来的话 那以后谁出生下来 给他同样插个U盘 那他成百万富翁 对吧 所以这些都是广告 这些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 我们今天要找的是 那个有趣的灵魂 看看这个大学灵魂在哪 We provide trainings in Python R Tableau to help you leverage the big data inside and drive business strategy forward 我们将教你 Python R这些数据分析的 这些理念 包括可视化数据的 这些工具的软件 然后呢 去干嘛 去撬动 去larry加杠杆 在big data inside 将通过大数据来 我看他这个有趣的灵魂 就在于他作为一个30多名 将近前30的商馆的院校 他能不能deliver他后半句 就是drive business strategy forward 就是能不能将数据应用成战略 形成战略 我把屏幕借过来 再说两句这个事情 We are the business people 我们是商人 我们教的是商馆内的学生 我们不是在这教马农的 我们不是在这教数据的 挖掘的工程师呢 我没有瞧不起他们的意思 你要想学数据 当数据工程师 去工程学院学呀 啊 去计算机学院学呀 有些人说 张老师你不懂 好就业 学数据工程师 我说我了解 大数据好就业 学硬核的技能好就业 我从来都没想培养 就业 员工 打工人 我觉得商学院也不应该 主要的经理都培养成打工人 商馆内院校 为什么是竞争最激烈的 我们再培养下一个改变世界 推动人类 向前自迈一步的 商业 世界500强的高级管理者 带领者 甚至是创业家 企业家 这 心脏 红色的心脏流着红色的血 我希望越来越多的未来 看到中国的留学生 在世界500强的公司里面 成为高级管理者 我们天天在为美国培养民工吗 培养打工人吗 我看不惯这个现象很久了 为什么美国 你看微软 亚马逊 Amazon Microsoft 包括像Facebook Google这些公司 为什么那么多印度人 都是高管 为什么我们看不到 我们华人来统治他们呢 所以这就是值得我们思考一点 一个商馆内院校 交出来的学生 要是有灵魂的 要成为商业的带领者 去改变世界 去带领人类往前走一步 你到底是今天要吃饱肚子 还是未来做一个有情怀 能够改变世界的人 所以说 这个商圈的灵魂 在商业分析这个项目里面 它不能够纯与数据进行教学 很多商圈就走错了这一步 当然那些商业也找不到北说真的 那都七八十八九十名的商业 USU其实很公平的 我们要教了我们自然从商馆 那院校毕业的学生 我们是利用数据 来做出战略 你无法被替代的 作为一个商业的带领者 是你脑子里面的东西 眼睛当中看到的视野 读过的书 学过的知识 融会贯通 形成一个商业的决策 一个战略 数据只是来辅助你 做出这个商业战略了 对吧 能理解我再说什么吧 所以这个接下来我们看这个项目 就看看他能不能 真正像他说的 把本身的商业的基础理论学清楚 数据软件分析的硬核的技能 做到了解 会使用理解 和理解其中的原理 那么加上百分之七十商业基础 能不能形成 不仅仅是百分之百 而是在家人的阅历经历实践 形成百分之一百 百分之二百的一个战略的输出 做出一个聪明的决策者 这个才是商业分析 每个项目应该开设的一种理念和方式 为什么选择西蒙商区院呢 我们接下来看他打广告 analyst 分析师 are highly sought across many industries 确实也是 分析师确实是在各个行业里面 都是需求量现在很大的 our MIS in business analytics program will enhance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of business and equip you with the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tools to solve complex business problems 我们呢 MIS的商业分析的项目 去提高 ehanced your understanding 提高你 对商业的理解 the world of business 首先你看到到最后为止 这个有趣的灵魂 还是把握的非常准的 提升你对商业的理解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of business 首先理解商业在这世界上是怎么运转的 and equip you with the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tools 并且帮你配备 上手可实践的这些应用的技能 来怎么样 来解决商业的问题 就是我刚才说那个理念 考驾照 美国中国都一样 中国可能更复杂一点 就是考驾照 中国不是好 现在是我当年就就一个科目一科目二 美国也是 就考了个比试考了个路试 当然那都是将近小二十年 十五年的事了 在华盛顿州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第一先学理论知识 这叫科目一 美国也是先考比试 你知道比试了 你能开车吗 你开车那我就不敢上路溜达了 你还得会开车 学这个汽车怎么驾驶 给你一辆好的汽车 你得先知道理论知识 给你一辆好的汽车 你能怎么样 你能开得快 如果给你那破车呢 你可能就开得慢一点 给你那马上拉地呢 你还能摸一下旁边的大腿 对吧 你想我说 你想我这个讽刺的 或者开这个玩笑 首先呢 你基础理论教的够不够扎实 你往那一看这牌 stop 停 这停是什么意思 我还不停呢 直接开过去了 一会就被破破了 就被警察交停了 停过三秒 基础理论知识交清楚 车 你配什么车 完了 我现在不敢点车的品牌了 配个夏利吧 这美国总没有吧 配个夏利 旁边 你是给你配个夏利 还是配个马拉一币 而不是马上拉地 你配什么 你配个夏利 也可以啊 你开不快 你开个马上拉地 你开得快 我马上能摸一下腿 对吧 你想想这些道理 所以你能怎么样 你能解决 你能更快的到达木梯梯梯 所以就说这强 优秀的基础理论 加上优秀的工具 等于什么 等于能开得更快 更准确 更优秀的到达这个目的地 做成你想做的事情 就他就讲的 就这么简单一个事 OK Driven by our economic curriculum Sames and Business Analysis Analytics Program Designed to provide you with a strong foundation in both analytics and business 一个非常强的 strong foundation 一个强大的基础 在分析和商业的课程里面 包括哪些话 大题呢 Covering Statistics 统计学 Analytics 分析学 and core business areas 和商业核心的运转的基础性理论 怎么挂档 档板是一个基础理论 方向天函怎么使用 这是一个基础理论 仪表盘怎么看 这是一个基础理论 油门刹车怎么踩 这是一个基础理论 商业是同样的 在不同的模块里面 还有不同的每个模块运转的方式 SDM designation SDM的认证 有着国际生 你看 SDM science technology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 skills become increase important out to this data driven business environments as SDM designates admiss business analytic degrees from signals program quality analytical regulatory employees also alo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fter 36 month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in sdm legible rolls 也说有36个月 国际生 他们international students 有36个月的OPT延长了工作的期可 他其实前面还加了一句 一个SDM的专业说明整个这个像 他的教学的能力 你看program quality 这项目的教学的能力 analyptical analyptical regulars 也就是说分析的能力 教育 意思是什么意思 你有SDM 你的车的续航能开到800公里 或者800卖 就给你个大的邮箱 能让多跑会儿 多实践一会儿 多跑两步 好吧 real world experiences 实践 真实的这个实践 就在真实的商业环境里面进行实践 也就是上手实践的课程 real world experiences Choose between two study tracks 你还有两个学期的可以分支的轨迹 就是轨道 Graduate after two semester on our non-internship track 可以一年毕业 也就是说两个学期一年毕业 是没有实习的 或者可以选择 choose expanded expanded internship options to get real world experiences to help you excel but also program has some experimental learning opportunities to help you get new perspectives 也就是说你还可以选择 多上半年 或多上三个月的 哪一个实践的 实习的这个项 我建议国际上 都来美国了 不差这三个月六个月的 这种实习实践的经验 非常的重要 you're going to understand 你会理解 how American works 美国人是怎么工作的 American workers culture 美国人的工作的环境 就算你有些学生就是 我还瞧不起美国人 我以后还要回中国 还可以 没说您非要 四七八点的留到这儿 留到美国 你可以 有了这个经验以后 你回国就业的时候 说啊 我至少了解 在对方的工作环境里面 是怎么工作的 你有这个实践的实习的经历 你有这个实践的机会 有总比没有了枪 这不是什么重央没外 不重央没外的道理 你给人工作两天 我告诉你 什么我对重央没外的定义 就是你如果站在美国国旗 国旗下面宣誓 那是一个分界点 好吧 在这之前 我觉得你在这实践或者工作 只要你的心 一个人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是这颗心 啊 这颗心 你是往哪想着 所以这是很重要一点 不用戴帽子 在美国的实践 在美国的工作 是培养全球化人才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能改变世界 推动祖国的发展 很多人都在国外 学习进修过 这没有什么 这不是所谓的重央没外 对吧 你这次疫情 你看 那个 那个老爷爷 之前不是也是在 在在这个德国 还是在哪 也时间进修过吗 关键是 你心里是这么想的 但是你如果站在美国国旗下 宣誓那一刻 我就觉得 那你这兴趣就变了 好吧 我的界限就在这 所以说 没必要在这戴帽子 但是呢 这个国际生 如果像这个大学 有提供这个 时间内的项目 我觉得一定要去参与 这个非常重要 它是增强 你作为一个全球化人才 在整个的商业 商业分析 整个这个项目 理解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Integrated Student Experiences 和整合性的学生的经历 都有什么呢 The JS 什么 巴拉巴的 Jenny Burnett 什么 这个人名 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念 Career Management Center 有CMC 就是职场规划中心 And Office of Student Engagement 和学生的engagement 学生的参与的中心 而Important Professional Resources for Business Analytics Students 是非常重要的 学生在职场规划 和职场实践训练能力 非常重要的核心的部门 We strive to connect you to the right career opportunities with leading employers who value Simmons' approach to graduate marketing education 我们在这个 做一个商业第一次 叫我们通过 我们不断的努力 来将你和正确的企业 雇佣者进行一个匹配 是哪些雇佣者呢 是那些认为 我们西名商业教育的学生 是高质量的有价值 OK You will also find a wealth of co-curricular opportunities will enhance your student experiences like our range of student clubs like our range 这什么叫our range 应该large range吧 our range of student clubs 有很多的学生的社团的组织的 学生社团的参与的机会 OK from social to academic there's something for everyone 不管是从社会 从那个学校的层面 再到学习 学术的方面 在这里面有很多的 学生可以选择的参与的项目 OK 这还是不错的 我们看看那个 2023年的申请已经开始了 8月15号 还有四天就开始了 你看今天都开始明年了 Our application for for 2023 opens August 15th check your eligibility 一直开始 final application 10月15号 我看看这 这有同样的一句话 又说了一遍 看看这 Employment overview 看看学生毕业的情况 94%的 of job thinking graduate accepted employment with six months of graduate 六个月之内 94%的学生 都拿到了工作序格 这个说真的 我觉得是优秀的 不是我觉得 它是客观来讲是优秀的 看了这么多商界的项目 它作为一个30多名的商界 如果拿着30多名商界的标杆来说的话 这个地方 如果能看上是三个月之内 达到95%的标准 那就说明这个大学真的很强 它这给的是六个月 这里面有个什么点呢 腰疼 这里面有个什么点呢 就在于 这个学生 大家可以待业三个月 大家很长时间 能够待约六个月 去找工作 六个月找不到工作就急了 所以说如果是三个月能够找的工作呢 说明这个学生更加的受到市场里面的争抢 或者说机会给的更多 对 但是现在美国经济大家都知道 好家伙 马上国破家王了 现在是美国 这通过膨胀率 好家伙 我很客观 不是说说什么美国不好掌握流浪 没别人 他看个邮件 好家伙 学生跟我发加州邮价都十几块钱了 好家伙 加州 我每次去加州之前 我现在亚里桑那边界把邮价满了 加州真加不起 我 屠杀我的加州 我真是不明白 我加州都屠杀 这为什么好多加州都搬到德州去了 94%的6个月的就业率 但这个地方是真的高 80万1000美金 这个能力是很高的 81,000 中卫制作人还是 这个81,000美金的平均就业工资 超越了很多大学 可以说超越了90%以上的 在商业分析这个项目里面开设的大学的 毕业生的能力 这个能力是真的高 有些人说 他是因为在纽约州 这离纽约700多公里 他去哪工作不行 是有些人去纽约了 有些人去波士顿了 有些人去华晨 他东海还是挣得多一点 但是81,000确实不低了 不管怎么说 81,000都是很优秀 不管怎么说 不管怎么说 81,000都是很优秀 这是每一轮的截止日期 一般不要老 临时报佛教 每年都好多学习临时报佛教 推到第三轮 第四轮 他开始着急 第一轮身还可能性高一点 这姑娘长真漂亮 中国人 刘若西 西 Rush Rush 刘若 我不知道怎么 这是他的主要 我们来看看他开始什么课程 小组团队活动 这是typical非常典型的美国的学习小组 都用一个桌子 两个椅子 然后那边一个摆板 基本都这样 Build your career on solo foundation 在你的这个 在你的职场上面有一个很强的基础 打一个很强的基础 重复 他这段话有点重复 刚才那个 我都不带电了 sdm designated signals 又是同样的话 就是分析的能力 分析的能力和信息价值收集的能力 就数据收集的能力和分析能力在这里面是最重要的 我们来看看这 Data driven curriculum 以数据为主导 然后数据说话的 像 在西门商学 We're proud to say that we're an 我都不知道这词什么意思 an analytical 非常的 反正就是非常的注重分析的能力 为什么呢 Because data drives critical business decision 数据将帮助 这个商业做出critical decision 将帮助商业做出关键的决策 which means 那代表什么意思呢 which means that those who are prepared to collect management analyze it also prepare to live 对吧 那些再挖掘数据 为什么他们非常注重 这些数据分析能力 因为他们理解 那些真正收集数据的人 不光是要收集 你看他说的是 不光是要收集management 管理和分析 更重要的是 他们应该作为真正能够 通过数据做出这个决定呢 带领着 prepare to live by learning how to read 当理解怎么去读 analyze 分析 怎么来阅读 或者其实意思就是 怎么来使用这个数据 analyze 分析 analyze 分析数据 and then use data 和使用数据 to drive business growth 来帮助商业来进行发展 you will be prepared to start making a differences for your company from day 哇 也就是你在入职的第一天开始 你就做好了准备 让数据 来帮助你所在的企业 进行改变 不管你来自什么样的背景 我们的这个 MS上海分析的项目 都让你成为一个 能够以分析型思维 为主导的一个分析型的人才 大概就是意思 you will grow under the direction and support of our renowned faculty 你会在我们的这些教授的 这些这些教授的这些方向 来renowned faculty 来这些教授的 知名的教授带领下 干嘛呢 which includes some of the world leading subject matter expertise 也就是这些 在某些商业分析领域里面 都是世界级的这些专家 and innovative researchers 和这些富有创新力的研究者们 choose from internship and not internship depending on your goals 来选择 不管你是在 你实习 就实习就一年 啊不 实习就一年吧 不是实习的话 就是一年的项 都可以 Prepare your career 百分之 而且它是以这个职场 为主导这个项目 这很重要 就商管院院校 一定要以职场为主导 学生来读商管院院校 一大重点 就是为了增强 整个工作的能力 Prepare for your career 来为你的职场做好准备 MS in business analytic programs graduates historical has an excellent job placement rate 在历史上 整体来看 这个下午毕业的学生 都有很高的就业率 这很好 in fact 事实上是怎么样 95% of class of 2019 2019年 你看很多大学的数据 我们在官网上看到 2019年数据 因为2020年 2021年 这两年疫情 大学的数据 实在是惨大 到现在 美国还没缓过来呢 就现在通过红张率 现在这乱七八八十 2019年 95% OK graduates were hired into their choosing field with six months of graduation 95%的就业率 在六个月之内 OK 然后这个中心 这刚才重复刚才话了 都说过 integrated experience 整合进了学生的经历 designed to transfer students from learners to business professionals 从一个学习者 做一个商业里面的 职业的发展的 职场人士 We call it integrated student experiences 还专门给了一个名字 ISE The ISE towers your education activities to match your career goals 它是针对你的 职场发展的方向 整合你要上的课程 和你的职场目标 Both of our student of student engagement and the burning center of bernet 还叫什么 Bernet career managed center will provide a variety of two's resources support throughout your job research so you will be prepared for your industry recruiting recruiting season and ready to contribute a minute after you start your new positions 也说你 你不管是 它其实意思就是说 我们有很多的办公室 来帮助学生 在你的影响发展的 职场发展的规划 里面做好准备 然后到每年的 股东季的时候 你就是那个 最遥远的那颗星星 大概就这意思 OK 2020年更强 我可2020年96% 好家伙 这疫情居然还涨了 这个真的很有实力 一般我们现在来看 刚才我刚才我说的 现在很多大学 2021年 2022年 2020年 是因为疫情 数据都很惨淡 因为这个失业率 太高 现在 没想到这个还是可以的 好吧 这就是介绍 说来说去 还没到课程呢 看看这是什么 Faculty research 刚才那些教授 讲的那些很有名的教授 就不看这儿 好吧 我们来看看课程 可以选择于实习 有实习的 国际生 凡是这种能有实习的 一定要选有实习的 包括在美国本土的学生 不用你 甭跟我说什么 我有身份 我有绿卡 什么乱七八糟的 没有你有绿卡 你不找工作吗 那没有 只要是学校有提供实习类的课程和项目 一定要参加 商业 尤其在商业上 你是实习出来的 对不对 你不是拿着一张文凭 文凭就是一张纸 好吧 这没 又又开始这段话重复 他这一段话老来会重复 也就是说 你看MS 实习和非实习的 非实习的呢 就是更短的时间 对吧 但是他 但是他 你看他 他这个地方都明正暗的 都跟你说了 但是but 但是 但是实习的truck 有很多的优势 比如说 Wealth of Valuable Reward Experiences 非常非常 就是实现真实的商业环境里面呢 这个经济是很大的财富 来帮助你 来找着工作 当你找工作是 Differentiate Yourself 能让你从一群的 申请者当中站住了 这点非常重要 from other candidates OK 我们来看看这些要求的课程 student work academic advisors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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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看他都开什么课程 Advanced Advanced predictive analytic with Python 这上了Pathon的课程 Can construct evaluate and apply analytic models 就这儿 这个变色的这个 and setting is a model to 这个网站做的 这做的真是不清楚 好像 我这一个simple study 我开了已经 这儿对这儿 你看这就是刚才刚才那个开始 我们先从这儿看好吧 然后这个什么 social media tax analytics 这是市场类的分析 business商业里面的分析 商业分析的课程 data manage warehouse 这真是非建议网线设置的 我给大家本来讲这个视频 我点一下这儿 结果他就老动 data management warehouse 就是数据的储存管理和可视化 tableau课程 spearsheet using modeling using excel 这就是spearsheet spearsheet就是 excel表格 你看他你教的Pathon 这是 然后这是商业 这是tableau 然后这是excel 看到没有 analytical design application 应用 这里面又是 core statistic R 你看他说这些软件 Pathon tableau excel R都教到了 这就是非常 这这儿 这是R的课程 这非常重要 这都是硬性的课程 然后 economics marketing strategy 叫战略 你看for MS students 经济和市场的战略 大数据最早是从哪来的 从市场上来的 市场上的大数据 programming 编程的能力 predicting casual analytic in RUR professional 所以你看你们没有讲到什么金融类的 倒是强制带着一门市场和经济学的 也说这个像明确上的分析 偏向于就是传统的商业分析 你们应该教的方法 非常的稳定 这个项目教的 硬核的能力 然后这 选择三个elective 这个地方为什么要选呢 你看他还是躲不过这一点 就是商业分析 你要有个叫做area of expertise 在某一个领域里面 你要有这个专业度 这是会计学的 这是大数据的 这是风险管理的 risk management 这会计学和金融学的 运营operation 供应链 供应链 pricing policy 这是市场学的 pricing analytics 我通过看这些课程 我发我可以 我可以发点一个什么道理呢 就看这些课程 这些选究课程 选三个 整个包括前面这些必修课程 整个这个项目 偏向于他们 他们这个新闻商业 自己还开了一个项目 这 我再点个一个新的链接 他这边自己开了一个项目 就这 marketing analytics 就整个这个项目 偏向于这个市场营销的 这个项目 不信我们看这个市场营销的 这个地方 所以这些近期都在官网上 你看市场营销的 是不是也是 你看pricing policy 看见没有 这边是 这边商业分析是选修课 没有 看三选一 我怎么知道 我也没提前看 我猜的 你看一猜准了吧 你看这些课程 基本都R 这不是一样的课程吗 spare sheet data warehousing 这边多了communication 因为是市场学 然后这边选修课里面 你看多了consumer behavior 消费者 消费者的行为学 就没了 consumer brand和品牌 这市场这边 所以如果 如果你看这个地方 商业分析 你看 这里面也 这些课程 这些都跟市场 就有直接的关系的 pricing 定义 pricing analytics 对吧 包括这个operation 所以我现在能做 包括供应链 其实跟工厂 市场也有很大关键 所以我给大家 我给大家 视频还且没结束呢 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地方 就是如果我是一个 学市场学的学生的话 在新名商圈里面 这个地方 他如果有市场营销的 刚才那个市场营销 Marketing analytics 如果我是偏市场的学生了 包括供应链什么 乱七八糟了 我就去选Marketing analytics 这个商业分析的项目 说真的 开了有点太宏观了 他硬性技能 教的是没问题的 他的选修课程 能看着他的教授的薄弱 他的教授 普遍偏市场 觉得比较偏多 但是我其实不明白一点 这是一个金融学 王牌的名校 这是个金融学 最为主导的商圈的项目 那很多学生 竟然是奔着金融学来的 但是你看这个方向的 金融项目的选修 商业分析里面 Risk management 风险管理 里面 Mutual Fund 这是跟金融有关 你看那是风险管理 学的还不是保险那一套 学的金融这一套 这算是一个吧 喝一口没喝上 Accounting和Finance 这也是Accounting 你看见没有 也说这里边 我能看见的 你看这些课 供应链和运营学 这俩是不分家的 金融会计不分家 然后就是 包括金融风险 然后就是市场学 其实这里面的选修 你只有三大领域 选择性并不是很多 客观来讲 选择性并 咱们就是 咱们中肯料吧 就有好 咱们就好了 有不足的地方 咱们给它提出来 因为有些大学 其实也能看到我的视频 大学都有中国的一些老师 他们有时候也会反馈的 你想 我就切过来 点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你想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我一个视频断了 你想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你学校再牛的老师 你能坐到这里 把几百个商圈 几千个项目 美国这么一个一个给他录吗 就横看了很多以后 你就会明显感觉到 这个项目 从这边来看的话 主要学生要选上分 也就是三个出路 市场学 金融和会计 这一家的 运营和供应链 而这个大学 明显在这个市场学里面 明显看着这边市场学 要红色的 这是要求的强制性课程 明显感觉市场学里面 偏的课程更多 你看市场学教的更加完善 更加的细 包括品牌管理 包括市场消费者行为学 但这个地方 就有点稍微薄弱 就自家的 我们没有拿他 跟其他的一些优秀的 这些商业分析来比的 从这点来看的话 这个地方 选修性的课程 给的比较薄弱 这一共才几门 1 2 3 4 5 6 7 8 才八门课程选修课程 理论上还应该 在这个地方有增加的 这是有待提高的一点 STM这不说了 三年的三年延长时间 这个课程都说完了 所以整体上来看 硬性的课程 教的是没问题的 该教软件都教了 R啊 Excel啊 Tableau啊 包括Python 都该教的都教了 包括Particular Casual的 R 教的运行能力没问题 在商业的Fundamental 这就是商业基础的 运营性的领域上的课程 基础性课程 选择的课程比较少 而相看 因为一年制的硕士 你要垂直度要够深 相反看市场 如果我学市场跟市场 相关的一些专业的学生 包括品牌管理 包括消费者 包括定价 包括市场站的 那我就会选择这个大学的 市场市场分析的 这个单一的传业 明显 垂直度要比这个商业分析 更加深一点 这是很明显 这个直观的一个对比 这边课程的安排 大家可以看看 这是 这个上面是没有实习的 No internship 就一年完成 分成 就是一学 一般研究生 就是一大学期 分成两个小学期 上半学期 秋季 秋季 下半学期 这2023年 这上半学期 下半学期 就一个Fall加一个Spring 刚才那些课程的安排 就在这 然后这是带时期的 你看他在Spring里面 带了一个时期 在这 不是在这 Spring在这 Internship带了一个 然后Fall带了一个 三千分的课程 因为国际生 最后一学期 不用上半 就上半九个学分 面对面了 因为是最后一学期了 所以等于说 学生有一个 一年半的时期 一年半的时间 我建议国际生 都上这个 我建议国际生 都上这个 好吧 Career Path Learn Growth Lead 巴拉巴拉 我看一看 这个学生毕业以后的情况 看这个职场报告 开一会儿 Business Analytics Graduates 去哪儿 Johnson Johnson 欧兰亚 中国 这是什么 这是美团吗 这真是美团 美团 我都没反应过来 PayPal 何家国 Portacle & Gamble PNJ公司 PWC 三星 Samsung 原来那个韩国的市场 老师叫我 那不叫Samsung 那叫Samsung Trips Unilever 联合立华 Trips.com 反正是协程吗 还是 Beyond Classroom 我都用XP Beyond Classroom Innergoist Beyond Classroom 说了一堆 好吧 我们来看看学生毕业报告吧 哎呦 好家伙 Analytic 毕业的 我看一眼 看一眼这边 把这个稍微放大了 太响了 这个 MS Combined 看他学生能力 女性占了56% 2021年 最新的了 整个MS的项目 这不是商业分析 整个MS项 23岁 19 来自19个国家 然后 Accendency 你看商业分析还是热门吧 你看分析的就是热门 你看这里面最大的热门是Finance 但大家别忘了 金融学 是这个大学 新名商业当家的王牌的 榜上有名的 最有名的项目 就是金融学 所以你看商业分析会赶上金融学了 154个 市场分103 我如果金融学 我就学金融学 我如果学市场分析 我就学市场类的 我就学市场去 这个商业分析被卡的中间吧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大学里下个决心 如果大家能看我说这个 我觉得大学下个决心 商业分析 要不然咱们就往 供应链上面 使劲了 运营内 本来商业分析是解决运营的方面的 商业分析本来就是运营的 增加Organizational Operational Efficiency 运营的优秀能力的 应该在运营方面 其实往这个地方深挖就行 因为本身你自己的市场分析的 开的很好 一旦US市场分析的排名 这肯定是项目网上有名 金融类的 本来就是做的很好 你何必呢 对吧 MSA的 这是会计学 我们来看MSDA的 94%的就业率 看都去哪了 我们来看看这些公司 这个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Bitdance 这不是 这不是那个 被封那个 怎么着 这不是那个 在美国什么乱七八 这不是正好四街跳动吗 还是什么 意外 这是 这我 这 阿尔森一样 这是四大会计事务所 一之一 Johnson Johnson 强声公司 欧兰亚 中国 美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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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Pal 去了这些公司了 然后 Portacle and Gamble P&G公司 PW Samsung Samsung 韩国人 韩国人 当时我们那个市场 一家的老师 他不念Samsung 美国人都念Samsung 就是三星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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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sung Samsung 跟我教我们 斗死我们 当时 Trade.com Trade.com是不是写成 我不知道 我一般用Expedion Unilever 联合日华 联合日华 反正一个Unilever 一个 Portacle and Gamble 这是美国 基本上不光美国 全球基本上 数一数二的 日化品的那公司 所以大家看这些公司 发现一点没有 要不是科技公司 要不是偏市场 发现没有 你看里面有很多金融类的吗 没有 发现了没有 很多金融类的吗 没有 阿里巴巴算是市场 也跟市场打交代 算是科技了吧 字节调整更不用说了 对吧 其实也 我觉得要我 我就发表 发表我个人观点 要我呀 我反正不去 我就不去科技公司 说真的 说句 说句 不是说这些中国公司 不中国公司的问题 现在不有句话说吗 一个科技公司 到了纳斯达克上面 平均原来一个公司 上了什么S&P500 能活70年了 现在一家科技公司 十几年 说明了哪天 苹果 国国就没了 但是说真的 像有些像三星 你觉得它能没 对吧 你像欧兰雅 你觉得它能破产 开什么玩笑啊 对吧 所以我还是喜欢 传统的这些东西 科技 毕竟就是这个年代的事 反正我就这么觉得 你们要说我传统保守 那这事 反正你们找工作 对吧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好吧 科技类的三十五 资情类的百分之十五 还可以吧 还可以 这边没什么 下面就是金融类的 我看金融类去哪了 我顺便看金融类了 这是他们学校当家王牌的项 有机会给大家录一下 中国银行 上海银行 City Girl 花旗业 China Industrial Security 工业什么 这种圈来讲什么 不知道 我都不了解 Credit Suits 瑞士银行 还叫什么 瑞士什么 这不是造一个造黄金 那个吗 然后 EY Industry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这是中国工商银行 是吧 KPMG 好多中国公司 看来中国的卫生不少 Morgan Stanley PWC 66%去的金融服务业 11%去的会计业 71%起薪工资 看来商业分析 商业分析 商业分析8万多 你看商业分析 比金融类的还起薪高呢 大家别忘了 这个金融分析 是他们大学的王牌项目呀 71% 再看商业分析 8万 我看看市场分析类的 Market市场分析只有67% 所以通过这个书记 你能看出来 这个学生 这些学生毕业能力怎么样 Cars Profile 183个学生 平均23岁 就是MSP这个下 12国家 52%的女性 42男性 我们看这个录取能力 GPA平均3.2到3.8 那基本中位数 刚好卡到3.5 JMAT 650到700之间 算是符合 30左右的商业的要求能力 基本上 我估计你要想 你见中国的卫生的话 奔着680去了 基本上 GRE是161到107矿 105到162verbal 跟JMAT差不多 都是30名大学商业 左右的水准 平均一年功能经验 还行 属于中度难度吧 属于40 属于30 30左右商业里面 姿态并没有那么高的 我就能理解 为什么那么多人能申请进了 当然也有被拒的好吧 但是你 但是这个整体来看 这个 这个 JMAT属于 就是居中水准 居中水准 8月15 就可以开始申请了 你想申就申吧 Rate outcomes 刚刚都看过了 职场的 Aurot Paul 这是他们的学生的职场规划的能力 一个大学的商业要是优秀 他的职场规划的能力 是非常重要的 他的职场规划的能力 就他每年大学都会花很多钱 在他自己的职场规划中心里面去的 这是非常重要 学生的平均就业工资 就业率 你看我做一个第三方 我也去看他们的学生毕业的能力 就业率 这很说明问题的好吧 Aurot Paul 非常有名的这个职业规划中心 Aurot Paul 他们的方式怎么弄的呢 Onboarding 学生来了以后 先去见他们的职业规划中心的这些的成员 他们的这些职场规划师的这些老师 Orientation 参加这个活动 Ongoing 不断的来带着学生 Onboard 然后开始 说的很笼统 基本上所有的大学都是这一套 但是重点在于一个职场规划师能带多少个学生 很多大学由于资金限制的问题 还有大锅煮饺子的现象 就跟洗车房似的 一辆车接一辆车来洗一遍 那个的话 对中国的人来说压力就比较大了 或者说基本上想找到工作就很难了 所以还是要看能力 他说的再好听看比例 但是这个比例一般现在没有公布的 这就为什么很多私立学校的十字资源就多一点 就在这 一步一步的 他也没说多少 但是看学生就有平均工资还是不低的 学生的经历MSBA 中国学生真的很多 但是你看他 我觉得他照相也注意到了 也有老外 都还行 我不知道他的照相里面找到老外 我也不知道这里面项目大概有多少 中国学生 看上去 看上去来自12国家 应该还行 他没有说国际城所占比例 实现那个项目 这是溜到哪了 这才溜到那纽约去了吧 我看看是不是到纽约了 没写 那看后面的楼像是纽约的那 不是纽约就废成这楼 长这样 人生男人只能是去哪了 是出国了还带着学生 这三个 Case Computation 项目的这个案例的竞赛 Vision Consulting 咨询类的实践 Modero 这个人名这个范子 就学生来 金融学的学生来管理钱 这个学校的金融学是当家王牌 唯一榜上有名的 包括Venture Fund 推动创业的 学生的实践 还是稍微有点薄弱 他的Research Center 时候有点少 我看这个学生学费 60%的学生 在申请项目里面 MS学生拿到的奖学金 Mary Base 奖学金 这 我不知道这学校怎么样 但有些学校就是 给你奖奖学金 给你奖学金 我就是 不是这学校 我知道一所大学 一年给你个 2000块钱奖学金 好家伙 让我每年学费 涨2000多 别问 一问就是 通过膨胀不行 咱们是消费者 人家是资本家 大学是要挣钱的 理解这事就完了 好吧 除非你全奖 全奖才是大学 动了善心的 除了全奖以外 就跟坐飞机似的 这飞机200人 他也得飞 那剩200个空座位 他不得 他挣10块钱 都是挣的 对不对 电影院 你卖一张 表彩里放 卖50张 表彩里放 是不是道理 这是他们MS 这项目的介绍的 那种 看个这儿 哎呦 这中国学生 这中国学生 所占比例真高啊 这一般你们 全是中国学生 这就一个两个 三个老外 四个老外 没了 好家伙 这什么项目 这不会就 刚才那个项目 这会计学 金融学 想开门 全是中国人 这是市场分析来的 商业分析来的 他在宣传的海报 学生资源 这些都看过 好吧 最后大家看 看看 这事啊 这就是罗特斯 就长这样好吧 这就不是什么 大家想看的 这个纽约的高楼大厦的 领域的那种 那种感觉 好吧 这就是一个很正常的 一个美国大农村的 一个学校 好吧 我把屏幕切 我给大家总结总结 哎呀 我家伙又一个多少事了 给大家仔仔细细的 说了一下 罗特斯大大学 新门商学的 这个商业分析 这个项目 来总结总结 我的感受吧 看了这么多项目了 第一点呢 就是这是一个 我能理解 为什么是单一大学 百项里面 点击量最高的 它是一个棕牌30多名 商管那盘比 也是在30多名 很多国际生 毕业以后 要回国找工作 国内很多工作 看棕牌的 这个现象 可能早晚会凯过来的 早晚会开始看 这些专业技能 但是由于现在 这几年还是有信息差的 很多的企业用人单位 还只是看棕牌 所以在这一点上 确实看棕牌 是很重要的因素 这是为什么很多学生 宁愿去纽约读 一个SPS NYU大学 他也不想去 四五十名的大学 他确实这里面 有个客观因素在这 好吧 这是第一点 我也理解 这个事情呢 就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单一说这个商业分析 这个项目 好吧 当时我让他们 去做一个研报 也发布一个研报 来说一下这个项目 整体来看 这个项目 商业分析的项目 我觉得只 如果来让我抽的话 100分 我只能给到70分 或者75分 我觉得有很多的提高的点 我反而觉得 那个市场分析 那个项目 你别看他工资 挣得少一点 我感觉反而觉得 市场分析 那个项目 开的比他自己 这个商业分析 开的垂直度 更深一点 它的硬核的技能 教的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包括你们 Python R Tableau 等等的 他你们没有提到的 SQL 等等一些分析 有些没提到 有些没提到 有些明说的是教的 这些商业数据分析的 硬性能力 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看 他那个商业分析里面 他结束以后 他那些选修型的课程 他的硬核的主修课程 都没问题 包括我觉得 还有一点就是 实际我们要讲这个问题 他的主修的那些课程 都没有问题 但是你看他的 选修的课程里面 明显市场学的课程 比较偏 往市场方面走 运营和供应链 也是跟市场有个紧密关系的 运营和供应链 总跟金融没什么关系吧 但是这是个金融的 王牌的名校 金融方面 金融和会计就没了 但是如果我们看 很多大学的商业分析 下面分支的话 如果是以分支 这种形式来看的话 很多大学的商业分析 下面的分支有十几个 而且挖的非常深 而且它是每一个分支下面 还有七到八门口可以选择 大家可以看看 同样三四十名的 奥林的商学 那个中国人也很多 大家可以看看 我就不一一点了 就很多的这些大学 大家可以看看 其他大学是怎么开的 要不然抓住 反正商业要不然就是抓住商业本身的自己的资源点 就商业所擅长点 比如说这个商业擅长金融学 那就往金融学上偏 就包括杜兰大学 就是能源墙 你看它的各种项目 就是跟能源有关系 它如果就是金融墙 就抓住金融这一点 我感觉这个大学现在明显的抓市场 你看它市场分析单开了一个 这是第一点 你看它市场下面的商业分析 你没有很多的市场觉得应用 这也是一点 通过这两点能看的 反正学金融市场运营 这三个都是没问题的 但要学其他的 分支很多呀 其他的分支里面 学的各种各样的各式各样的专业的学生 学的兴趣不多了 他也不容易 他在纽约州旁边就是胡适丹丹的 俩呀 有两个大学就紧爱着他胡适丹丹呀 就本周内学生都是交的同样的钱 学费一个是水城大学水城大学好家伙今年 今年从去年去年到今年好家伙一下跳了三十多名 就是惠尔曼的管理学员 水灵城分校又占占据了纽约州立的整个一套系统里面一套优势 那也是水灵城水灵城还是也是个管理学员 你让他一个商界怎么竞争 包括咱就不说稍微远点的 比如说同城一个城里面 RIT 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ouders的这个商圈也是也是百强里面的呀 他还是有压力的 罗瑟斯特呢是在这一个竞争范围内 就纽约州上半部分北部这些州这些商馆的院校里面 排名是最高的 宗牌他好像也比雪城高吧 就单说不说商圈看宗牌好像他也比雪城高 反正他跟雪城基本都彼此彼此半斤八两 雪城这两年商馆的有明显上升的优势 但是雪城还是年轻说真的 要跟要跟 不是说不是说所谓的大学的年轻不年轻 就是在商馆的院校里面的实践 雪城毕竟是这两年才爬起来的 今年最好的好像爬了四五十名吧 那还是刷新了商圈这么长时间以来的记录呢 二十多年的记录吧 当然看那个报告 所以罗瑟斯特还是有两下子的 Rotaster这个地方 第三点就是他这个实习 实习我说一千到一万 我来回说这个概念 如果有学校实践类的项目 就是本身学校如果自带实习的话 一定要国际生一定要参加学校自带实习的项目 他会极大程度增强你做一个全球化人才的实践类的能力的 我不知道孩子们家长 不知道我知道说多少遍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你想为什么现在社交媒体上很多人给他们扣帽子 说你不能参加这些学校的项目 这是重阳没话 这是什么 我如果想卖你矿泉水的话 你看美国那个经典的案例在美国 我卖你矿泉水 我就拼命的给你做广告 说自来水不干净 我喝了这么多年自来水的水 我觉得我活得健健康康的 他要不想卖你实习 他干嘛要跟你说学校的实习不好呢 大家动动脑子 大家都是有知识有教育能力的 你们觉得学校自己的自带的实习会不好吗 你们觉得你们动动你们的脑子 冷静下来想一想 一个学校自己跟周边大公司合作的项目的实习 难道不比大家花钱买的实习要好吗 你很多买的实习 都是做的那些PTA 你只是给人当个助理去了 这学校是正儿八经的实习 为什么有些学生就是傻呢 学校给你千辛万苦提供的 你们看看这也就是30多名的商区 你们看看五六十名 七八十名的商区 有几个有实力的 来跟公司合作给学生提供实习的 没有 这也就是占尽了三四十名这些商区的实力 所以有实习 千万千万要冷静 要明白 你要去参加学校自带这个实习的项目 百利而无一害 你要非说害就多花点钱 多上点学校的学分 没了 但是你增强的是你开阔你的事业 增强了你的整个的全球人才的这个事业的能力 增强了你对美国的这个工作文化职场的理解 你不用非要没说你非要死在这儿 没说非要美国给你挖个坟 你非要死在这儿啊 怎么感觉现在很多人把留学生都都都说成了叛国贼呢 然后说我从事个行业卖主求荣 干嘛呀 我们在看国家那么多高级官员领导人都有国外留学经历 你留学生你开阔的事业 你锻炼能力回国报教你自己的祖国 报教我们的祖国 有什么问题吗 为什么干啥啥不灵 很多人扣帽子第一名呢 很多很多国技生非常的骄傲 一张嘴就是我不惜了跟美国人工作 美国人什么东西 就张嘴就是 那你来这儿留学干嘛来了 你无非是给你自己的懒惰在找理由 所以学校有实习大家一定要参加增强你的全球的人才的锻炼的能力 我们现在祖国也是有一带一路的这些政策的 我们也要面对全球化全世界化在一块发展 难道我们要真诚北朝鲜吗 怎么想的你们 你们在这儿盼着祖国好而不好呢 开阔增强全球人才的能力 增强跨国工作实践的基于 这么好的一个新名商卷 提供实习的项目 我需要坐在这里 emphasize念经 是的 就是不断的说这个重点 多少次大家才能老老实实的 求着大家来参加这些事情 这些大学跟我一分钱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但是我苦苦薄薄心的在这干嘛呢 我就是希望每一个 我希望更多的华人能站在世界500强的公司的管理层上面 而不要只是单纯的简单的一辈子当一个打工人 有的时候老说内卷 有时候老说竞争压力炸 家庭竞争压力炸内卷是因为你没有站到更高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当你站到更高的角度 你成为一个管理者的时候 你有自己的一技之长的时候 谁给你卷 什么叫卷 就大家的竞争的你的擅长点都类似的情况下才给你卷的 怎么没有人跟马云卷去 怎么没有人跟马化虫卷去 怎么没有人跟Google那个印度那哥们卷去 我都懒得念他名字 怎么没有人跟现在包括微软也是印度那哥们卷去 对吧 讲讲一个道理 当你站到一定管理层的高度的时候 你就没有人给你卷了 所以说项目本身有待提高 但是对于国际生来说 学生也得你足够了 你要不行 你要吃上来你却市场分解 你要想学西门你却金融学 罗舍斯特大学一个很稳的 中国人是多点 那又怎么样呢 那又怎么样呢 学校缺钱需要多少学生 中国学生愿意去因为这么快高 互相做一笔生意而已 你拿走的是知识学历 敲门砖 时间的技能 学校拿的是钱学费 和促进美国地区的经济发展 这本来就一场利益的交换 好吧 苦苦薄金的 跟大家说的一个小时 20分钟的试验 就是希望客观的 真实的大家看到 你在一个什么样的地理位置学习 这不是纽约大城市 不是高楼领域 就是一个美国正常的一个小农村 大农村吧 算是 不算小农村 你老老实实的上去 好好的实践 没事也可以溜达到 开车几百公里 去纽约吃个饭 打个卡 找找相对吧 本身的学校的项目 学校宗牌在这摆着 新闻商圈的宗牌 也在这摆着 不管大学的宗牌 商圈宗牌 都是双优秀的 项目 从我的角度 你们可以说 有一点点专业 或者不专业 你们自己评价 但从我角度来说 有些项目本身的 可选择 竞争展性 还可以增强 我相信这个大学人 过来听了 也是觉得中肯的 但是本身的金融学 市场学的方向的分析 包括市场本身的分析项目 都是比较稳的 平均就业工资 开玩笑 你看哪个商圈 六个月达到95%的就业率了 这也就是30多分商圈 能有这样的实力 你们看看那些 六七十名的 只有八十几的就业率 七十几的就业率 平均工资 一个96%的就业率 95%的就业率 平均工资 达到8万多美金 将近9万美金 你哪找去啊 你哪找去啊 孩子们家长们 你看看 你看看其他那些大学就业率 高的 工资就第四五万 研究生毕业 五六万 就业率低的 学生 就业率 就业率低的 那就是在家 看不上工作的 不想挣少钱的 那工资是高一点 所以里外里 就业率和工资 双优秀 大学和商圈 中盘 双优秀 地理位置 它确实不在 New York City里面 还不是去加拿大 吃个饭 都比这边近 但你注意 Visa的问题啊 你想想是不是大理 所以这大学 除了地理位置 稍有点偏意外 你的旁边 跟雪城 跟雪牛城分校 跟班赫米特 除了旁边 除了康奈尔比不过以外 这在纽约州里面 这在纽约整个 这个大州里面 能比他好的 郭伦尔比亚 NYU 康奈尔 没了吧 这个排名 比福德汉蒙可高多了 真的没了 这应该纽约第四的 上去 整个这么大一个州里面 你哪找去 对吧 好吧 不说了 我可不不可以 反正说完了 大家自己 自己看着办吧 好吧 如果想联系到我 可以给我发表点 on the first and last minute on the first and last minute on the handkersey.com 当然可以通过微信 你也记得 我这是NZ H&S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